身为妇产科医生 亲手给自己粉的爱豆接生也就算了 居然还转生成了爱豆的孩子 结果还没幸福几年 爱豆妈妈就被人捅死去世了 于是阿库亚决定加入演艺圈 调查妈妈被害的真相以及真凶 而阿库亚的最新目标是这个男人 剧团啦啦啦的负责人 也是本次舞台剧 东京B-Lade的舞台导演金田一敏郎 为了接近金田一 阿库亚接受了加奈的邀请 加入舞台剧 饰演角色刀鬼 而她名义上的圈内女友黑川倩饰演的是翘姬 翘姬是刀鬼的未婚妻 而加奈演的是主角团里的剑 和她在无脑小田剧里搭档的那个男主 这次也有出演 两人依旧有很多对手戏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演员 毫无疑问是一个大制作 另一边路比的爱豆事业也蒸蒸日上 自从新生毕小丁的首场表演后 已经过去了四个月 在此期间 他们三人举办过多场小型演唱会 同时定期开直播上传影片 粉丝也在不断增加着 路比有些不理解自己的哥哥 嘴上说着不想当演员 又一个接一个底接通告 还跟圈内女友演未婚夫妻 路比是看出来 加奈对自己哥哥有意思的 难为他们还在同一个剧组呢 这么一看 他哥简直就是渣男 路比一边给妈妈上坟 一边叙叙叨叨这些事情 总之有朝一日 他一定会站上爱当年没能登上的巨蛋舞台 与此同时 阿库亚还在研读自己的剧本 这次的舞台剧 是根据人情漫画改编的 讲述存在于日本各地的不同势力 互相抗争 但彼此的友情与爱情 却在无意间逐渐加深的王道战斗漫画 不过阿库亚和阿倩的角色 跟加奈的角色分属敌对势力 舞台剧的剧情 就是以这两个势力交战的 色谷抗争片为主线 阿库亚跟加奈的对手戏 就只有最后几幕 正想着阿倩就过来跟他打招呼了 问他是不是觉得遗憾 阿库亚自然是立刻否认 表示那个人一旦扯上演技 就会叙叙叨叨个不停 他才不想跟他演对手戏呢 这反倒让阿倩有些惊讶 原来阿库亚并不热衷于演戏嘛 阿库亚当然不热衷 毕竟他进入演艺圈的目的 是想调查爱的死因 演戏只是他接近调查目标的手段而已 说这话的时候 阿库亚的目光悄悄影响了导演金田一 排练又要开始了 阿库亚起身离开 却被阿倩叫住 眼睛一闭一睁 身上就多了心也爱的风采 排练中每个演员表现都很不错 拥有丰富演艺资历的迦奈 就不用说了 唠唠唠的成员自然也不在话下 就连明导都进步了不少 阿库亚虽然是第一次出演舞台剧 但是能眼观四面 演技也没问题 反正制作人和导演都挺满意的 尤其是迦奈和阿倩这对 新旧世代的同龄天才的对决 肯定很有看头 阿倩是完全进入角色的融入型 迦奈则是完美应对他人的适应性 目前来看是阿倩领先一步 结果制作人刚说完 就到了加奈和男主Blaily的对手戏 他惊讶发现这个演员居然能接住他的戏 最起码在这一场戏里 他不用再收敛自己的演技了 饰演Blaily的男演员基川也告诉他 不用客气 尽情发挥吧 于是接下来加奈就将自己娴熟高超的演技 展现得淋漓尽致 基川也同样不落正 两人有来有回 看得一旁的观众都感觉酣畅淋漓 排练结束后 基川还过来邀请加奈一起吃饭 加奈毫不犹豫答应下来 毕竟他也有想跟基川讨论的事情 两人还叫上了明导 将这一切看在眼里的阿倩 同样被震慑住了 开始拼命往自己的小本本上记录 虽然是同剧组的演员 但大家谁也不肯认输 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 剧组里逐渐形成了小团体 加奈基川和明导三个人 阿倩所在的La La Line 来有龙套们也成了一个组 唯一被排挤在外的就是阿库亚 一个人在角落里散发强烈的阴沉氛围 阿倩注意到后 就上前跟阿库亚搭话 顺着她的目光看向了加奈 阿库亚也坦然承认 自己就是在看加奈 丝毫没在意身边这位 可是她名义上的女朋友 阿库亚知道 加奈曾经因为演戏时 过度彰显自我而没了工作 所以复出后一直在适应别人 以至于展现出来的 都是平平无奇的演技 然而她这次遇上的是 La La La的首席演员 姬川大灰 为了配合对方的水准 加奈几乎也是用尽了全力 展现出来的效果自然非常不错 所以这样下去 阿倩会说哦 听到男朋友这么说 阿倩气得脸蛋鼓鼓 又反问阿库亚 还有时间担心别人吗 阿库亚却表示 自己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赢 也不觉得自己能赢过那些有资质的人 接着到了阿倩的独角戏 可她表现出来的情绪 却不被导演认可 让她再强势一些 阿倩一点就痛 立马演出了导演希望的状态 但她自己却对此不满意 阿倩是原作漫画的忠实粉丝 而她饰演的角色 在原作中的登场机会并不多 明明是刀鬼的未婚妻 结果刀鬼后面又跟敌对势力的剑有了纠缠 这两人的GP人气更高 未婚妻翘姬的出场机会就减少了 到后面甚至连婚约设定都几乎被淡忘掉 因为出场太少 能够分析角色个性的材料也不多 所以阿倩只能靠想象去补充 结果她对角色的理解和脚本对角色的理解 似乎截然不同 阿倩认为的翘姬是一个内向 又对杀人感到纠结的善良女孩 但是到了舞台剧 因为时间长度的关系 翘姬变成了促进战斗发展的角色 直接成了一个喜好杀戮的疯婆子 阿倩对此感到难过 却无能为力 毕竟脚本是经过原作者同意了的 没想到第二天 脚本师就亲自过来观摩排练了 而且今天原作者也会过来 阿倩心中怀揣着疑问 阿库亚却觉得这个脚本已经很接近原作了 尤其是跟他上一部戏的脚本比起来 他觉得阿倩既然有意见 那就直接去跟导演和脚本师说不就行了 阿倩自己不敢 阿库亚就上前帮他说 人家都已经为他做到这个份上了 阿倩也只能勇敢表达出自己的疑问 脚本师一下子就听懂了 毕竟他也是原作的粉丝 而且关于翘姬的部分 的确让他为难了很久 漫画只需要一两个分镜 就能表现出来的角色内心纠结 放到舞台剧上 则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让观众感受到 但舞台剧是没有那么多时间的 于是这么一部登场人物众多 而且内心纠葛 错综复杂的群像剧 想要在两个小时的舞台剧内展示出来 就必须让角色变得单纯一些 抓住能带来高潮的看点 再舍弃剧情要素 从而变成一部紧凑又完整的舞台剧 当然如果阿倩依旧觉得不合适的话 脚本师表示 自己也可以现在就修改 旁边的导演却不赞同 还提醒阿倩 他在这部戏的任务 并不是刻画出角色深度 而是化为舞台装置之一 更加浅显易懂地 诠释出角色间的对立 阿倩接受了这样的结果 开始用另一种方式 研究翘姬这个角色 很快原作老师就过来了 和他一起的 还有今日田的作者吉祥寺老师 吉祥寺一看到加奈 就热情打招呼 对阿倩依的态度也同样热情 就是看到明导后 立马变了脸色 谁让他的演技太差呢 接着原作者也看起了他们的排练 原作者对大家的演技都很满意 不停地称赞他们好厉害 也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改变 即便如此 他还是决定说出来 站起来转身问制作人等人 现在还来得及修改脚本吗 大家自然要尊重原作者的意见 就问他想修改哪一段 万万没想到 原作者居然说全部 没错 全部都要修改 永远不要试图挑战一个原作者的底线 东京必累的的原作老师 在看过阿库亚他们的排练之后 居然要求将脚本全部推翻重写 刚刚还是对演员们赞不绝口的样子 一转身 就对制作人和脚本师们力声呵斥 时间回到舞台剧剧组见面会当天 阿库亚是跟着加奈一起去的 两人第一个遇到的是明导 明导也是被迪慕制作人介绍来的 他们三人都算是敌目组的 不过明导明显看起来不太自在 毕竟当初演今日田的时候 他的演技是被加奈和阿库亚吊打的 他自己也有自知之明 加奈被戳破心思 感觉怪不好意思的 而明导为自己辩解了几句 那之后也已经过了九个月 他多少也是有点进步的 所以希望在排练时 如果有什么问题 他们能直接跟自己说 最起码态度还是很端正的 三人到了之后 人就算来齐了 雷田是这次公演的总负责人 除此之外 还有导演和脚本家 剩下的演员 分别是拥有丰富舞台剧经验的朔叶 以及唠唠唠的演员们 龙套组的三田 鸭一 粉雪 林园和龙马 以及最受瞩目的阿倩 几乎是刚介绍完 阿倩和加奈之间就升起了硝烟 最后则是担任主演的鸡川 虽然这小子 看起来一副唯米的摄出形象 但其实已经拿了不少演技奖项 互相介绍完后 导演让他们准备唯读剧本 阿倩过来和阿库亚打招呼 感激他在那个炼宗里帮了自己 现在到了他的老本行舞台剧 他也希望能帮助到阿库亚 加奈就一脸不爽的 看着他们俩对话 明导没话找话 就聊起了阿库亚和阿倩 正在交往的事情 两个当事人还没说话呢 加奈就替他们反驳了 表示只是为了配合节目效果才交往的 结果明导这个没眼色的 还在继续话题 说他们饰演的角色 还是互相有婚约的 刚好吻合两人的关系 加奈又开始破防 触发了被动反击 将演员的现实情况和脚本设定互相牵扯 只会混淆观众视听 明明让观众持有一致的信息 才能更加让演出广泛深知人心 宣传部门却总爱制造噱头 简直就是句句暴击 明导感受到了加奈的强势 好奇拍今日田的时候 他为什么没这样 不然他也能更早察觉自己的缺点了 当然这些不过是给自己演技差找的借口 明导也心知肚明 决心接下来好好用演技证明自己 而另一边 东京必累的的原作者焦导 和今日田的原作者吉祥寺老师约饭 焦导以前是吉祥寺的助手 不过现在的成就已经远超吉祥寺了 是个漫画与动画双双爆红的周刊漫画家 而焦导约吉祥寺 是想请教漫画作品改变成舞台剧相关的事情 想让吉祥寺陪他一起参观演员的排练 吉祥寺老师自然欣然同意 吃完后两人还决定换一家续摊 但是焦导要求要先去刷个牙 可以说漫画世界到处都是怪胎 更是其中的翘楚 吉祥寺很担心他会和舞台剧的制作组那边沟通不畅 想到这里决定还是去一下洗手间 结果看到焦导正拿着两把牙刷刷牙 美其名曰二刀流刷法 说可以把刷牙速度提升到两倍 这样就不用让吉祥寺老师等太久了 听到这个吉祥寺更担心了 而事情果然不出他所料 焦导一上来就要求全改 焦本师瞬间眼神涣散 雷天赶紧站出来打圆场 现在距离正式表演只剩下20天 全部修改实在来不及啊 可是焦导也很生气 在焦本完全定下来之前 他就说过好几次想要修改 制作组这边就一直找理由敷衍他 说什么只要实际看过排练后 就会明白是份很棒的焦本 现在焦导也看过了 却依旧无法接受 焦本师也立即道歉 但他同样不明白 想问焦导老师想怎么修改 焦导并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先把焦本师劈头盖脸一顿骂 说他根本就没有看过东京壁类 焦本师赶紧解释自己是原作粉 那就更离谱了 身为原作粉 却写出这种人设崩坏的东西嘛 每一个角色都在说着不符合他们人设的话 这让焦导无比生气 他笔下的孩子们才没有那么蠢呢 焦本师没有为自己辩解 虚心接受批评 眼看焦导要把焦本师骂得狗血淋头 吉祥寺赶紧过来阻止 雷田也在那边安慰焦本师 双方陷入了僵持之中 看来今天也排练不成了 其实这也不能把责任全推到某一方身上 焦本的制作流程就很有问题 首先要按照制作人跟导演讨论好的结果作为初稿 经过修改后 把接近完成的版本交给原作者审核 大概焦导老师 当初就对于焦上来的焦本相当不满 怀着愤怒的心情写出修正指示 要求修改 但是原作者与焦本家之间会经过许多人 焦导先是对着自己的编辑发飙 编辑要把他那些咄咄逼人的话 整理成文章 再发给版权代理 版权代理肯定要把措辞修饰得婉转一点 再发给制作人 制作人雷田对修改意见很不满意 如果按照原作者的想法的话 就必须要打造全新的舞台装置 进度上肯定来不及 而且要避免减少主角出场的机会 他就让焦本师经纪人这么告诉焦本师 经纪人又用自己的语言润色了一下 表示原作者希望用更加丰富具体的方式 将心境表达出来 焦本师就开始考虑怎么改台词 结果因为他接收到的 根本不是原作者的意思 所以改出来的反而让原作者更加不满意了 舞台剧那边始终希望按照现在的脚本执行 觉得原作者看了演员的排练之后 应该就能接受了 焦道也只能暂时作罢 然而现在他看过了 反而更加不满意了 再加上自己的意见 一直未被采纳 这段时间积累下来的怒火瞬间爆发 对着编辑和雷田发火 实际上全是在骂外面的焦本师 焦道甚至还打算自己来担任焦本师这个角色 说什么也不会让步 不然哪怕付违约金 也不会授权给他们改编成舞台剧 雷田这下是真的慌了 焦道也知道自己这样会引发很多问题 而他的妥协就是不收取任何费用 继续挂那个脚本师的名字也没问题 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让他插手脚本的事情 在门外听着的脚本师人都快碎了 阿库亚和吉祥寺老师赶紧安慰着 而脚本师也很无奈 他们的地位就是这样低下 只要与原作者稍微不对盘 就会遭人厌恶 如果成品搞砸了 还会被粉丝晒到网络上公开处刑 成品有趣的话 那就全是原作者的功劳 除此之外 还要经受大型经纪公司以及制作人的施压 在种种困难中 设法让他变成一部完整的作品 所以作品改编 就是一门如同邓宇般的刻苦创作啊 最终制作组这边 接受了让焦道担任脚本师的要求 原脚本师也接受了 但他实在没脸把焦道修改过的东西 灌上自己的名字 可是剧组名单已经公布了 重印海报和场刊又要花一笔钱 焦本师不愿意让制作人为难 选择再一次妥协 回去之后却陷入了抑郁之中 他是真的很喜欢这部漫画 所以不管多晚 接到修改要求都会即刻完成 面对牵强的要求 也会绞尽脑汁到近乎发烧的去设法调整 只求尽善尽美 明明已经如此努力了 却被原作者以如此恶劣的话语批评 还说他根本就没有身为创作者的品位 焦本师根本就无法调理 而因为脚本要进行调整 排练也只能暂停 讲到这次是环绕式舞台 阿倩觉得大为不妙 阿库亚不懂环绕式舞台是什么意思 剧场的舞台不都是一样的吗 直接暴露了自己就是个外行人 阿库亚也没有否认 自己的确没那么喜欢舞台剧 刚好不用排练 闲了下来 阿倩就直接邀请阿库亚去欣赏一下真正的舞台剧 而这也将是两人的第一次约会 阿库亚来的